这个男人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工作性能 他会长期的不再嫁 这个对婚姻当中的女人来说重要吗 我觉得特别重要 那为什么还要嫁呢 为什么嫁了之后反而又受不了了呢 恰恰你说你腰疼腿疼 又放下了户外的工作又回来了 那这份感情到底谁重谁轻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吧 但是有一点 既然你能主导这个婚姻往前走 你就做一个彻底的主导者吧 但是你主导的时候有一个原则 别骗了自己也别骗了别人 好吧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 咱们交进的两个月 我不管是任何的大事或者是小事 我都不介意 其实我真的是很爱你 我不想再去失去这个家庭 我也能理解你 可是从以后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 我想你也很明白明白这个道理 我希望你以后好好跟我走下去 我永远爱你的 我再大胆地揣测一下啊 对于家庭的渴望 大姐是低于现在的丈夫的 因为过去的家庭关系 带给她家庭的认知是冷漠的 不可靠的 对吧 对于她来说不是 我猜 离婚的原因 百分之九十是跟她的工作性质有关系的 常年在户外的一个高压架线的人 要在野外施工的 其实越是这种人 对家的渴望越是高等 喝知识 长知识 保余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俊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请开箱 您那是什么呀 一个借条 大姐给大哥打了一份借条 借条 那个呢 您放的是什么呀 我给她放了个戒指 啥意思啊 这 开始我跟她订婚的时候 我给她买它 因为前一个多星期 我就罚给她的事 其实活到这个岁数 现实无措 但是一定要接受自己 和承认自己不足 因为这段关系 其实您还是挺重要的 一个主导者 您想清楚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什么 请开门 我问大哥一个问题啊 愿意不再做户外的工作 回家跟他一起卖早点吗 因为我在那儿 跟我那儿签一份合同 继续就赶完 仅是个建议啊 为了家庭幸福 可别一起卖早点 你看 你在一起卖早点 更说不清楚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条咋撕了 因为我不晓得了 不晓得了 来 来 来 拿戒指 拿戒指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